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角錐的展開圖 請找出下列合理的六角錐的展開圖 並找出其他展開圖錯誤的原因 它既然是六角錐 代表它說它底面是一個正六邊形 好 那麼正六邊形 這邊依序都是正六邊形 沒有錯 我們都可以看到 每個圖形裡面都有一個正六邊形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看 第一個圖形 它的側面的部分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它有五個側面 請問五個側面有辦法和這一個底面為六邊形的圖形形成角錐嗎 它是沒辦法的 因為它少了一個面 所以說少了一個側面嘛 所以說我們第一題答案選擇的是B 因為側面的數量應該要和底面的邊數是相等的才可以 接著第二個圖形 我們看到它的展開圖有一個正六邊形 那麼依序有六個側面 沒有錯了 那麼依序我們來連連看 看看它可不可以剛好對應到 第一個 這個面的底邊和這裡剛好可以連接 這個三角形和這個底邊剛好可以連接 這個三角形和這個底面剛好可以連接 那麼依序我們可以看到圖形它們這些側面都是等腰三角形 沒有錯 所以說第二個圖形它的確可以形成一個角錐 所以我說我們填入答案A 接下來看到第三個圖形 第三個圖形它底面是一個正六邊形 側面也都是等腰三角形的 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 可是同學要特別注意它並不是角錐展開圖 為什麼 因為如果它是角錐展開圖 老師這邊畫給你看 裡面的正六邊形我們連接之後 把它的對角線都連上 好 連上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它今天它要是角錐 也就應該代表的是側面的這個等腰三角形的腰長 應該要比這一段長吧 這樣子才可以想像這一個點是凸起來的 這個點凸起來也就代表說凸起來的角錐 它的側面的腰長 側面三角形的腰長要比這一段來的長吧 可是在這個圖形裡面我們發現了 這個腰長很明顯的比這一個長度來的短 所以說側面的邊長無法構成角錐 所以說第三個圖形它也是不行的 它選擇的是C選項 接下來第四個圖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一樣會有一個底面的正六邊形 那麼側面的部分依序有六個很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一一的對應看看 如果它可以剛好形成角錐的話 那也就代表說每個側面都有一個對應的底邊和它連接嘛 所以說這邊有連接 這個也有對應到 這個也有對應到 這邊也有對應到 哇 這邊重複對應了耶 所以說代表的是如果我直接組合起來 這兩個面會怎麼樣 會重疊在一起 所以說有側面會重疊 它就不是一個角錐的展開圖 所以說這一題答案就是豬 特畢竟還會重疊 第一題答案就是豬 是豬